把学生分成人数相等的小组 同时进行投掷比赛 每人以坐着 跪着 站着和站着转体的姿势投掷各一次 学生可自由选择投掷距离 分数 乘 1 区货 分数 乘 2 区 每次投掷的分数根据制中的分数圈和投掷距离计算 总分是四次投掷所获得的分数合计 小组里得发最高的组员获胜 学生分析投掷物体时 出手高度如何影响物体落地的距离 然后引导学生说出投掷物体时转体的作用 根据学生能力调整分数圈的高度和投掷距离 游戏人数和规则 引导学生设计与制作投掷工具 火箭炮 鼓励学生用其他材料来进行制作 选择质量与长度适中的材料 让火箭炮可以被制得更远 穿云火箭 我跪着制比坐着制的高 待会儿在分数 乘2 屈尝试站着制 转身发力更能制中三分圈 分数乘1 分数乘2 如果想在这项投掷游戏中获胜 你会如何分配各个投掷姿势所出的投掷区 为什么 我会在距离远的投掷区站着和站着转体的姿势投掷 而在距离近的投掷区坐着或跪着的姿势投掷 因为高度会影响物体落地的距离 创意翻转 把包书纸的塑料轴塞入浮棒的中心 火箭炮 就此完成 浮棒 塑料轴 单元4 田径的起源 基本田径 第四十五页 数人一组同时进行游戏 每人已坐着 跪着 站着和站着转体的姿势 投掷各一次 引导学生说出投掷时的出手 高度和转体的动作是投掷游戏中胜利的关键 向前减求时需确保所有组员已完成投掷 根据学生能力调整投掷的距离 游戏人数和规则 引导学生设计与制作投掷用具 飞天球 鼓励学生尝试用其他材料来进行制作 选择质量适中的球体 应用合适长度的绳子 让 飞天球 可以被制得更远 投飞天球 我很有信心 转腰制球一定可以把球制出第三条线外的距离 若想把物体投掷的又高又远 投掷时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说一说 投掷时的关键要素是出手高度和转体的动作 创意翻转 一起来制作 飞天球 吧 绳子 废弃网球 钻入罗钉 单元4 田径的起源 基本田径 第46页 田径游戏知多少 1.为什么在障碍肩跑时 步数要相等 在障碍肩跑时 步数要相等 步伐才会稳定 2.哪些因素会影响跳跃的高度和距离 助跑和跳跃角度会影响跳跃的高度和距离 3.跳高和跳远 两者的跳跃角度相同吗 为什么 跳高和跳远的跳跃角度不相同 因为跳远取决于助跑速度和起跳角度 而跳高是助跑方向和横杆成一定角度 4.在各种投掷游戏中 哪些因素会影响物体落地的距离 在各种投掷游戏中 会影响物体落地距离的两个因素是出手高度和转体的动作 5.数人一组 设计一个游跑 跳跃和投掷组成的综合游戏 然后进行该游戏 游戏名称冠军之路 设计图 1.跑弯道 1.至 2. 2.直线快跑 2.至 3. 3.至火箭 4.至交环 5.至飞球后 跳上垫子 1.表 1.上空 5.至飞球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